對栽培小朋友有甚麼看法 多看書 跟他們多帶他們出去到處玩 見識多一點 其實會上興趣班 看他自己發掘一下他喜歡甚麼 最初會比他們上很多 都是教材多 樂器現在都必須, 都要學習 如果是小朋友 可以圖掘一下他的精神也好 有沒有花了多少錢? 沒計算 每個都要萬元一支 那些小提琴和那些提琴都要 個個都望子成龍 想自己的小朋友文武相傳 兩文三語樣樣精 想他們學好英文 不少人都會買教材 不過這些教材的價錢不便宜 如果小朋友玩玩玩就不玩 就會很浪費 所以不少人都會買二手 我自己有一個未夠三歲的小朋友 上網買的是迪士尼的美語教材 這套東西我相信很多家長都知道是甚麼 都是給小朋友學英文 唱歌仔 有支點讀筆 有一個類似DVD機的東西 但比較卡通化 讓他們沒那麼悶 好像遊戲中學習一樣 這套教材剩價要二萬到七萬元 梁小姐上網見到有人用三千八百元 放這套教材 所以就聯絡了 他就發了很多照片給我 很新的 好像九成新的 還有它是20年新版 還有它說還有半年會籍 這半年會籍就是有一些卡通書 所以如果你是覺得損爛了或舊了 你是可以去換的 真的很吸引我 那個人覺得真的很划算 但是因為我用不了了 我的小朋友已經長大了 很新鮮的 還有接下來我都在計劃移民 希望可以快點賣掉它 你覺得應該不會是假的 就會這樣想 梁小姐本身也有猶豫 但這個賣家說… 很多人正在問 你既然是第一個問 你還好,我就給你吧 如果你不要的話 還有很多人要 我們作為買東西 可能女人、主婦的心態 也是的,真是值得的 我先答應了她 去到約定交收當日 梁小姐收不到貨 再打給賣家 當然也找不到人 看看賣家的帳號 今年才加入 除了賣教材 還賣二手家品和電器 這個帳戶好像是為了賣東西而開 梁小姐心之不妙,即時報警 那個警員都說 這些案件太多了 其實你不會拿得到錢 因為很有機會 這個人,就算我們有他的名字 這個銀行戶口也好 他可能只是一個傀儡 之後上網再看 才發現有不少人中招 張小姐又是買了這套教材 被同一個人騙了 還出帖子叫人小心 當他騙完我之後 其實我便有點生氣 那一刻我都知道是拿不上錢 那我就出帖子 我就說這個人騙了我錢 打算警惕大家 我只能給別人騙 我就不想其他人繼續被同一個人騙 張小姐的帖子一度被Facebook按出 為了將這個騙徒的惡幸公主於世 他不斷和這個平台理論多次上訴 最後才成功出帖子 有一個媽媽就訊息我 她說我早兩天都被她騙過 都是騙了這套東西的錢 騙了四千元 越來越多不約而同 有不同的人訊息我 說被她騙了 所以我就繼續去更新 總之我收到 那些苦主有甚麼更新的帖子 我就會在Facebook上載出來 其實利用這套教材騙媽媽錢 已經不是甚麼新鮮事 早在五年前 已經有人報導過 也都有人出post 找其他苦主一起報警 這套教材的香港公司 曾經發出聲明提醒大家 不過仍然有不少人中招 而且這次這個騙徒賣的東西 非常廣泛 所以想當的人都不少 我們苦主群的WhatsApp Group 是有17個 有些是在遊艇、壽錶 有些男的uncle 都是在不同的Facebook Group被騙 我追著她在每一個群組 我把我的東西貼在各個群組上 有沒有人回來跟你說 你真的幫了我 有 他們有沒有留言 有沒有跟你說甚麼 有 她說幸好看到你的帖子 她說我差點都給他錢了 張小姐出了這麼多的post 告訴大家 這個人是騙子 但是他賣東西的post 都還在 我們扮買家聯絡他 他都回覆得很快 有收據 有很多相片給我們看 還給我們電話電話 我們打給他 當然是打去問一下 你好,Tony 你好… 我想問… 因為你也發了很多圖給我 我想問一下 那套東西是包括了甚麼 其實我買的時候有幾個產品 它本身叫教材 就是1900版本 另外我加了Last Pay 然後Tokalong星 只有三個不同的系列 都幾萬元 但是你四千元這麼便宜 1900版本 你也算是最便宜的 會不會… 差不多 我看見好像是三千多 那它的新正程度是… 其實我每天都有持續緩住 因為其實我的membership 是沒有傳播的 四千元是包了你 拍照給我那裏 全部的東西 是呀,我們離開了 其實我樓梯也不能用 我不是一人那些 你選一些 因為其實我還記得我們要離開 那我三個小朋友離開 我們要離開 所以我們才買 有三個小朋友 你也可以用得這麼新的嗎 他們不是經常玩的 你基本上你買回去 你玩…可能我們玩了兩年 都已經… 雖然沒有玩過 Darren什麼都還沒說 就CUT他線 難道是心虛 再看他的社交平台 賣東西的post已經刪除了 還註銷帳號 不過都只是剷除了一個post 另外幾個賣教材 和其他二手東西的post 都還在 訪問後 張小姐再聯絡我們 說再多幾個苦主 就由我們一次 他的Facebook帳號 到現在 他是第三個Facebook帳號 還有他應該 第六、七個電話號碼 有些是同時間 都還在用的電話號碼 但是那個收款人的名字 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我和其他苦主 都覺得很奇怪 說現在電話實名制 但是他可以 在一個半月 他已經有六、七個 不同的電話號碼 但是連接下去的轉數塊 都是同一個日名 為什麼可以掛實名制 但是仍然都這麼多這樣的案子出現 上網買東西這麼方便 買二手東西又環保一點 但是網救給了錢 收不到貨的情況不時發生 警方接獲網救騙案的投訴數字 五年升了超過三倍 當局早前指 電話卡實名制可以協助警方正破騙案 但沒辦法阻止騙案發生 要打擊騙案 最有效始終都是提高防騙意識 那電話會不會繼續買 也會的 但是會比較小心 這次找你們是因為 這個買家依然還在網上 做這些賣賣 還在騙人 也希望香港警方 可以關注 因為雖然牽涉的筋鑑 不是說真的很龐大 但是他不停地騙人 這件事不健康